反导数,antiderivatives,我们要介绍反导数的目的是要导出积分的定义。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里面的内容。 假设大F的微分叫做小F,我们就可以称说大F叫做小F的反微分,也就是所谓的反导函数。 那么重要的一个符号就是积分符号,我们要导入积分的观念了。 小F的积分,这个地方DX的话呢,X代表的是对这个变数是X,那这个是积分符号,等于大F。 那么什么意思呢? 也就是说右边的微分是等于左边的这个中间,这个小F。 这个地方要加一个C,原因是因为任何的数字的微分都是零,所以的话呢,我们又称这个叫做不定积分。 因为它的答案不是某一个固定的函数,它是整足的一个函数。 那么我们的话呢,要介绍的是导函数跟反导函数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式。 来,我们来看看这个关系式。 这个是什么呢? 反导函数从此以后,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之后,我们要介绍的都是用积分来表示了。 现在来看,小F,它的积分,它先积分,再微分。 各位同学,你可以知道什么结果呢? 恢复原状。 恢复原状就代表,微分跟积分,这是两个完全颠倒的运算。 再来看底下这个。 有一个函数是先微分后再积分,那么它也会恢复原状。 这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积分跟微分之间的颠倒运算的一个关系式。 那么要了解这个关系式的话呢,我们当然要介绍一些例题,让各位同学了解怎么样去运算。 来,我们来看看例题。 好,我们看看啊,这是一个x三次方的一个积分。 那么我们要解这个题目的话,我们就要想一想,谁的微分是x的三次方呢? 那么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多项式的函数,所以它的答案的话呢,当然是x的四次方。 这是毋庸置疑。 可是来想想哦,右边的微分是左边吗? 它会多了一个四倍,所以前面要再补上一个四分之一。 这个答案其实还没有写完,为什么呢? 因为我们右边的微分要等于左边,我们加1也是答案,加2也是答案,加3也是答案。 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个c,c就是所谓的constant,就是常数。 任何数字都是我们的答案,这就是我们的不定积分的解答。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题,第二题各位同学要回忆一下这个积分。 这个积分的话呢,ex exponential的话呢,它的微分是什么? 谁的微分后是exponential呢? 那我们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,这是我们全世界最简单的一个题目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它的答案就是自己本身。 它答案就是自己。 微分等于自己的,就是这个函数而已。 别忘了,还要再加一个c。 再来看下面,这是一个三角函数的题目,cos,谁的微分后是cos呢?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,回忆一下,sine,别忘了再加一个c。 那么我们的话呢,再大概的就介绍了反导函数与积分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式。